人呢 人呢 今天又下雨了 然后现在天气出来拍照 肯定少不了的就是拍倒影了 你看 大好有个人过来 这个经过雨水冲起的玻璃窗户 它有一种非常明朦的感觉 其实可以把这里作为情景 来虚化后面的一个人物 营造出一个独特的孤独感 怎么说呢 但有一些照片有时候 若影若现的时候 它更能量产生一种影响的一个空间 你看 你看 这里刚好有一个红色雨伞 它走过来了 赶紧做拍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我们可以尝试 拉低一些曝光来强调这里的黑白光影 诶 人来了 人来了 我们可以等一下 等一下 有个人趁着彩虹伞过来的 这个非常有趣的伞 肯定不能错过的 岩木的一前一后 其实它可以呈现出来 很不一样的光影变化 前面这个框架怎么拍呢 可以等一些人走过来吧 诶 可以可以 来了来了 非常好 非常好 接拍中少不了的就是等待 大家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会不会注意这些路边的花草呢 你看这里其实它可以 作为前景来拍摄 后面的一个建筑物 这个树还挺有趣的 诶 怎么拍呢 来俯视看看 刚好可以用画面的一个黄绿色 作为画面的背景 这个环境我就不多说了 在路边的一个交通引导线 我是很经常去记录的 诶 这里这里等一下 走过外卖小哥走过来的 红绿灯的数字变化 还有整体的一个高楼 是一种秩序的表现 刚好看到有一个框架 也还可以哦 可以利用起来作为画面的一个构图 哇 这里好看 可以可以 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叶子上面了 刚好有一朵从树上飘落的花朵 它其实两者的颜色反差 怎么说呢 非常好看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 你看你看 前面这一个公交车人物是非常的有趣 非常有趣 人呢 人呢 看着这个场景呢 我就想到前面的车走了 刚好就楼下后面这一个车 街头中其实有非常多的有趣 就是大家看到前面这边 我们下右边经过的一个小哥哥 采用连拍 采用连拍一定要记得连拍 平常你们下班会被拍照呢 站在家里的公交车站牌这里 其实它这个光就非常有作用了 刚好可以衬托出这个人物的一个剪影存在